小时候听奶奶和外婆给我讲 1966年我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听完他们讲的这些故事 我就想 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学会预测地震 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 2008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虽然我并没有感觉到 但是看新闻里的那些灾区的场景 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这两件事情 就为我选择地球物理学专业 埋下了一颗种子 后来初中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查 想研究地震该读什么专业 于是我就查到了地球物理学专业 在高考之后 我就毅然填报了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 2016年我满怀憧憬来到城里 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将带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 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 我只填了这一个专业 我还没有进学校 就受到了辅导员老师的关注 刚报道完 他就找到我聊天 而且老师非常的亲切 当时真的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现在我已经在城里学习了近三年的时间 在大一大二 我们会学习很多的数学和物理 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 我还挺担心的 因为高中的时候 我物理成绩并不是很好 我害怕我空有一腔热血 但是听不懂课 幸运的是 我遇到的认课老师都非常的好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童院长的厂论课 很难的电磁场 在童院长的讲述中 变得生动形象 引人入生 在大三 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专业最核心的东西 重力 地磁 地电 和地震 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专业的高大上 地球物理学 简单来说 就是用物理来研究地球 它其实就像在医院拍X光片一样 我们是医生 地球是病人 物理就是我们的X射线 我们只需站在地表上 就可以望穿地球 在大三的学习中 我们还会经常与边城打交道 我很喜欢在机房上课的氛围 大家会一起讨论 交流 互相帮助 我觉得当自己写了一个很多行很难的程序 最后它正确输出结果的那一刻 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候 穷究于理 成就于工 是城里的校训 我们这一代地物人 一定不甘忍厚 敢为人先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同学们 地球物理学赋予我们一双慧眼 让我们把这地球看得清清楚楚 真正气气 明明白白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 《地球大炮》 还有《美国大篇》 《地心理想记》 所有这一科幻小说里面 精心动魄的场景设定 实际上都离不开 我们地球物理学家自活的接近 除此以外 地球物理学还广泛的应用于 工程勘察 资源勘探 人等领域 成都理工大学 是16学科建设高校 我校地球物理学 始建有1956年 是我国国家级透色专业 欢迎你加入我们大家庭 和我们一起走遍万水千山 仰望 行程大海 我们的世界里 有诗 也有远方 上九天揽月 下午羊捉鳖 地球的奥秘 等你来探索 我在成都理工大学 地球物理学专业 等你来 请不吝点赞